我们九个人并没有马上回家 聚集在学校旁的鲁王墓 互相伸出小小的双手 比较看谁被打得最惨 当中就有人很不爽 提议我们要计划一下 哪一天等老师骑脚踏车回家时 我们就在半路上揽他 用布袋套住他 狠狠地揍他一顿 抱着一箭之丑 可是谁要去准备大布袋呢 大家静悄悄的 没有人回应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准备布袋 此事过后就不了了之了 中华民国65年9月12日 星期三晴天